哈嘍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遊戲頻道 今天為各位解說的是阿拉伯這張地圖 方方聞名阿茲特克對上維金 那黃方是viper 藍方是hera 那今天這集視角我們用hera的視角來為各位解說 首先 阿茲 跟維金在這張地圖都是算 強勢文明 特別是阿茲 應該算是S級文明 在我心目中S級的文明大概是有 阿茲 瑪雅 中國 然後 維金大概是A級左右 為什麼是A級因為維金的配兵上可能沒有那麼的 多遠 畢竟 季兵線他基本上是沒有 步兵有狂戰是可以打 但 並非是最強步兵文明 那阿茲特克這邊 看一下他的文明哈 步兵和 生女文明 首先是村民攜帶浪 加3 那這個東西也是提高你的工作效益 只不過 初期你在黑暗時代在收食物的時候你要自己 把羊 所 收下來的食物 自己去拉到城城中心 這個是稍微需要一點點的操作 那再來是軍事單位生產速度提升11% 這個是你在爆你的英勇事實 是非常的OP 比如說你城堡初期跟瑪雅打 英塊 打英塊的話 一樣是四軍營 可是你的英勇士就會 比他多支 如果你們都有支援的話 那畢竟英勇士他的造價不貴 你只要 大概村民的70% 全部拿去採黃金的話 就是可以一直找一直找一直找 蠻噁心的 那再來是他的 修道院科技 能讓生女生命值加5 而且是每項 也就是說每升級一個 科技加 5滴血 那基本上你只要研發大概 3個左右 投石車是沒有辦法一發 丟死那個 阿茲的生女 這是 容錯率非常高 那再來是一開始黃金加50 這個東西可以讓你在打黑暗 時代的 三明兵時可以打到四明兵 打到五明兵 當然還是要看 個人的打法 基本上不會有人出到五明兵 這個的加成就 還行 那再來是特殊科技 紫毛器 毛兵攻擊加1 射神加1 這也是打垃圾海的時候非常的OP 再來是熔冠戰爭 步兵攻擊加4 還有團隊加成 生物產生黃金 加33% 那圍巾這邊 我們看一下 圍巾是步兵和 海軍文明 第一個是戰艦費用 再來是步兵的生命值 加10% 這個 也還OK 算是 也是蠻OP的 加成 但是跟其他的文明比起來的話 畢竟 步兵你會被打帶跑 比如說弩兵 你被 你被弓箭裹射的時候 會玩的玩家就是步兵不會讓你摸到 就是你是兩隻腳然後慢慢走 所以 你沒有像塞爾特他跑得那麼快 這個東西 也還可以 那圍巾最強大的地方就是他的輪軸 技術和 手推車免費 這個是幫你的經濟加成非常非常多 新手玩家我很推薦你 你還使用這個圍巾人 那再來是特殊科技 特殊單位 狂戰士 然後圍巾大鑽船 這個東西就是打海戰 然後 特殊科技就是步兵隊 擊兵的攻擊力有加成 還有狂戰士 秩序速度提升 那狂戰士這個單位跟新手玩家介紹一下 他是可以自己 補血的單位 也就是說 比如說你在打團戰的時候前面有狂戰士在那邊 讓 然後後面的攻擊力在射 那狂戰士沒有死的話就是會補血 但這個東西加成 我覺得 還可以 因為打步兵通常都是衝過去打一波 這加成 其實我沒有感覺到 很厲害 又步步充通 好 那我們切換到HERA這個視角 OK 看一下雙方的開局怎麼打 一樣六村民 四伐木 正常起手 因為要打小弓 然後 吃豬 蓋房子 稍微微一下 這邊開豬 大概七個人 瓷豬 四個人伐木 然後 採果石 然後做一個防禦線 開第二隻豬 這沒有特別的 沒有特別的那個配置 正常起手 這集我會完完全全用HERA的視角 就不開全地圖了 想給大家看一下 viper這裡的攻勢是多麼的猛烈 那我們在HERA的視角到底要怎麼組織 好 那這邊 HERA是20匹 上 弓箭 小弓也可以打20匹 但是你對到 viper這樣子 世界級玩家 像這個HERA已經有探到 阿茲已經出民兵了 所以你也不要太往上 假設如果你被前置攻擊 插塔 然後 你的圖很開闊的時候 你如果是很晚才上封建的話 基本上是非常冒險 好 那這邊一樣雙方都是20匹一點 對20匹一點 封建 這邊viper快了2% 好 看一下 這邊民兵 1234 4對3 這也是為什麼阿茲一開始那個 加50黃金有發揮到一些4 有做點4 馬上就把這個50黃金拿來多生一個民兵 4民兵 喔 生裝甲 下一隻老鷹 硬生生就是比你強 你就是得跑 除非你操作非常好 這邊做一個 哇 HERA這個操作真的 很狂啊 回頭砍了一下 鷹刺頭 少了很多血 小鷹刺頭 那這裡 鷹刺頭先死 3對3 但是這個 HERA的刺頭不敢上去貼了 好 那這邊就是要跑給他追了 多一隻裝甲兵的優勢還是特別的強大 那這裡阿茲就是 射箭場 蓋起來了 HERA這裡也是射箭場 HERA這邊打工兵 Viper這裡打什麼呢 打毛兵 那目前這個第一波交戰 幾乎是雙方平手啦 那我們就看一下 接下來 雙方要怎麼打 好這邊 Viper他出動了吼 兩裝甲 三毛兵 加一隻生 生出來的鷹刺猴 要打一個封劍 封劍快攻 不算快攻啦 但是要打封劍時代了吼 好看一下吼 好這裡看到Viper過來了 有看到Viper的軍隊過來 這個精英有沒有要小圍一下 有沒有 沒有 怎麼沒圍呢 這邊不清楚 HERA為什麼沒有虧骨我 道理來說 以他的 手術是一定會虧骨我的 那這邊沒有圍 可能想要用村民商去 硬幹硬撲吧 好這邊 有點小虧亂到 黃金了吼 好那這邊 Viper做到非常多的事情 亂到三隻村民 完全沒有踩到黃金吼 你圍巾的沒有踩到黃金 封劍時代 就不行 可以但是 你等一下上城堡時代 你的小弓的量就不多 那不多的話 圍巾就很難發揮那個 城堡時代 在第一波 免費輪軸加免費手推車 經濟已經給你加成 然後你就可以爆小弓出來 那你的弓如果在封劍時代有存 存活很多隻的話 直接走到他家 然後升城堡 升弩兵 直接打一波是 很強勢的 那這邊 被迫 剛剛生了幾隻毛兵出來 現在要轉小弓 那這邊 Viper的數量已經起來了 毛兵已經數量起來 好像有點擋不住 有沒有要插一個塔 我覺得好像可以插一個塔 順便村民過來了 哇 Viper 很兇啊這場 Hera這邊沒有要插塔 後面還有 黃金跟石頭 還行 但是 哇 感覺Hera打得有點 放鬆啊 從第一波 這邊好像可以小微一下 但他沒有小微 這邊也沒有小微 那他一直到 Viper這裡 他其實一直 爆 鷹刺猴出來打 那 那Hera想說 以Viper的打法 他應該是要打 城堡石 怎麼會打封建 奇怪的 這不是我認識的Viper啊 怎麼跟Viper打好多好多場 怎麼會Viper 突然打前置的 還插個塔 這不是Viper 結果不是 Viper真的過來插塔 那你撕掉了這個主金 也撕掉了這個石頭之後 這邊 有沒有辦法守住呢 這邊很虧啊 Hera很虧 你如果 塔插這裡 雖然你暫時 吃不到黃金 但是你可以插外面一點 還可以顧到 你的石頭 那這個位置 被迫 插在這邊 沒有辦法 但是 還行 還行 至少有守住農鐵 好那這邊 Viper又插了 第二根塔 然後 這一場 你看起來讓我有回到那種 2012 20 2010年以前 就只是 那種 崩壞 匈奴人 對匈奴人 這種 R4毛兵進攻的那種 那種時代 不知道有沒有一些老玩家 跟我感同 跟我一樣感同身受 有沒有 匈奴對匈奴 然後以前 打那種 比賽都是 毛兵配置 加那個 劍塔 這樣打 啊 好不好 不好意思 透露出年齡 好那這邊一波交戰 對面有五隻 鷹刺猴 還是特別扛的吼 然後後面毛兵 一直在射 一直在射 完蛋了 會不會一波GG啊 不是我認識的 Viper啊 怎麼會Viper打那麼兇 媽呀 那 Viper是想要 讓世人知道 他還沒有要 他還沒有要 金盆洗手 還沒有要 wash up是不是 Viper還是特別強啊 所以有些人說 Viper不是世界第一的 也許他已經不是了 但 他真的打法太多病了 其實我一直很想一直做 Viper的影片 但是因為 Viper自己有自己的 Youtube頻道 那有些精彩的影片或什麼樣的 其實 就可以直接去 Viper的 個人頻道去看 好那這邊 Viper又插了一支塔 從Hera這個視角看 你到底要怎麼解這東西 很噁心的存在 雖然雙方的分數 沒有差很多 我們看一下雙方的村民 43對44 其實Hera這邊 沒有掉多少村民 但是 戰區一直都在他家打 那 Hera這邊 是完全 沒有機會去 偷襲 比Viper家 因為 Viper家其實很空 有沒有 Viper家很空 好 那Hera這邊 插兩支塔 守住黃金之後 但是由於位置 是比較後面一點的 所以如果 Viper如果等一下在這邊 又插一根塔的話 這些村民 其實還是沒有辦法 踩到黃金的 但現在戰區 我們移到後面 好 得理不了人 插了你的塔 還要搶你黃金 挖你的黃金 那這裡 Hera 加減挖石頭 因為 他也沒有資源可以採 黃金有 石頭有 那雙方點 城堡10代 那 Viper這邊已經 過50%了 等一下一波 英勇士就直接充電 那這邊是 雙軍營 木材的部分 其實可以蓋 可以蓋三軍營 但是 Viper沒有蓋 通常打阿茲的 英爆 英爆等於是英勇士 就是一直噴一直噴 然後 城堡初期打一波的 戰術叫英爆 那 對啦 要三個軍營才會量產 兩個不夠因為 英勇士造價不貴 好 那 這邊 左邊的防線 Hera防守得非常好 完全沒有任何的縫隙讓英勇士 就是鑽進來 這一個 也安全 好 城堡師帶雙方要怎麼打呢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那這邊 Viper發現 Hera這裡完全已經死為了 他上 他沒有什麼 他沒有小弓 他是毛病 這個是沒辦法破進去 很慢 所以 英勇士來了 升級上去了 一波衝刺 Quick War 這邊有要Quick War嗎 沒有 但這邊應該不會 串進去吧 這邊 哎呀 Hera爆了 一隻 死一隻 還好這裡有箭塔 然後直接 Hera上城堡 直帶直接壓一個城堡 在自己家裡 然後 我做一個反制 這邊可不可以 死一隻 死兩隻 3 4 4隻 5 5 6 6 1 9 9共10 9只剩 19只啊各位 Hera村民41 Viper 48 Viper的三城堡 他其實應該是有斷存啦 不應該 只有48只 但 他用英勇士強軍士 直接 殺了你 9隻村民各位 9隻村民 這就是為什麼 阿茲這麼OP的原因 他這個英勇士的存在 城堡初期這樣打一波 你只要家裡有漏洞 鑽進來 你就是 家裡要出的名 你家裡就是會死很多城 好那好險的是 這個圍巾 Hera他有把 圍巾的 城堡蓋起來 拿出狂戰士的話 就可以做 做一波反制 那畢竟 勞英什麼都不怕啦 就是怕你這個 步兵齁 當然 勞英也怕 地兵 但是 勞英的量一起來 其實 兩隻三隻 夾一隻 騎士的話 騎士還是比較虧的 能 打的話就是用步兵跟他正面對抗的話 CT值是比較高的 因為步兵比較便宜 那這邊viper很壞啊 他直接 繞過這個城堡 他往上面鑽 然後在這邊 弩炮一直干擾你的農田 然後這邊還出了一個僧侶 那 Hera趕快拉到外面去 開 第二個TC Hera一波想要去換這個 英勇士 結果 對面一隻 僧侶就做一個驅趕動作 還找到 免費一隻 防戰士 現在分差差了300齁 這一波攻勢真的很強大 這邊還有英勇士要進來繞 那 Hera的 防戰士也慢慢亮起來 可以追著 老英打 這邊一波交戰 不用看了 viper 死去 一換二 那問題是這邊 後面viper有沒有在搞 搞一些事 有沒有轉什麼 弓箭廠還什麼的 就是 Hera看不到 那Hera 把這個工程器造出來 對面城堡 一直射viper的 工程器 那這個 解掉之後 後面有 弓箭手的話 其實也還好 因為 也有生弩炮 或是 投石車的嘛 那 後面 結果 沒有 沒有弓箭廠 反而是 一堆生鋁 加老英 然後三台弩炮在這邊 SURPRISE 抓掉 viper有夠陰險 這個怎麼打 然後不知不覺 好 viper從家裡搬了一對 弩兵 在這個 後面這個高地 在你的陰暗處 你看不到的地方 活了一堆兵在這裡 加上 生鋁 兩三隻 加弩炮 這個城鑽中心 沒有辦法作勝 這個delay多少村民 15隻村民 15隻村民加一台投石車 viper viper viper基本上每次贏了 他哥會 浪一下 他的 日常 他的日常 那這邊 分差已經差到 700了 800了 是怎麼打 然後努兵 繞過來 在控你的 石頭 這邊 HERA 他沒有木材 去蓋 TC 走進來要把房子 滴掉 這邊也一個進攻 死太多了 結束這場比賽 這邊還貼一個城堡 我的媽呀 這場比賽 這場比賽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那這場我不做什麼 最後的結論 因為透過HERA的視角 我們看 viper的攻勢就是非常的兇猛 然後都在對的時間點 轉兵 然後又這波一波高地 一個驚喜 全部的狂戰士 全部送掉 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viper其實也會打前置而已啦 好 那這期影片就到這裡 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